今天大家看一個是吳越廣場隔離的一個樓盤 它現在是精裝燃樓 單格需要六至頭首期兩萬元就可以上車 月供兩千多元 買三房兩廳兩位起 最多是有四房三到四房一個格局 它的位置是比較靠近高速口的位置 護形也是屬於剛衰護形 精裝燃樓可以直接拿包入住 接著Moon就去看他的樓盤 待會見 Hello 大家好 我是Moon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chael 今天和Michael來到澳頭的中稅二印華府 這幾個字都是有點難讀的 為何要來到這裡 這裡有一個大業政策 當時它賣了很久的時間 當時最早期賣是筆錢的一個房 但它覺得市場很好 它現在還沒有拿出來賣 現在等了三四年之後 現在還是這樣的一個價錢 然後又看這陣子樓市好了一點點 然後就立刻拿出來賣了 所以它現在就是一個現樓的狀態 還有它是帶好裝修的 有剩餘的 你直接回來拿包入住就可以過來這裡住 還有這個靠近高速口 它去深圳 去關口和去衛城都是非常接近的 我們去營銷中心帶大家看一下這個區位 這個地段 其實發展商是想升價 再拿出來賣 然後頂多這麼多年 現在價錢不放棄了 還要加上裝修 當時賣也是毛皮的 現在送了裝修價錢還下跌了 我們一起去營銷中心看看環境 反轉 營銷中心就在這邊 其實這些街鋪 大家看看 街鋪做未開的 未開但是做得挺漂亮的 它旁邊的小區 其實它的小區 那些便利店 還有基本的新鮮超市 還有那個驛站 就是那個送快地的 這個驛站都是已經開了 它這個愛場其實也做得不錯 它的樓盤比較小 是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 它只有三棟樓 因為它這個一棟 它就有分了一單元和二單元 我們稍後要看的 就是93方和96方 就是這個一棟的三樓的一個樓層 一棟是一個反樓的設計 是 它是賣的話都是樓上樓下 但是它前面這裡 就是總高層16層高的 一個小高層高 但是二棟三棟 三棟它現在是賣光了 所以只剩下一個二棟和一棟 也在賣光了 那二棟的戶型呢 就是這個88方的 88方和104方的兩邊 兩個戶型 還有後面的話 就是93方和96方的兩個戶型 那其實這裡就不用過多介紹 停車位的話 這裡有車庫停車位的 車位配備都可以了 最終要看看這個地段 就是你的位置圖 謝謝 這個位置就是這裡 這個中稅夷印華府 這個名字比較難看的 它是在這條中興中路中間 中興中路中間的 其實它周圍帶大家看一下這個商業配套 衛名廣場就是洪樹林 洪樹林這邊的一個 衛名廣場 有釜頭山公園 洪樹林 這個都是4A級的一個公園 濕地公園 它這個位置就屬於政府的一個位置 官委會和岩山局際 這些全部寫字樓 中海遊大廈 它全部是這個位置 雖然在澳頭 但是它這個地段 只不過它在樓下這裡就差了一點點 下面周圍這邊的周圍這些位置其實都不錯 有一個金沙的商業圈 我跟大家總結一下 如果我們從香港過來 就可以走兩個地理位置 第一條就是 看看這條下面 下面這個位置 這裡 這裡有一個衛生的鹽海高速 我們一直從這條鹽海高速 這個圖不是很準確 澳頭出口 澳頭這裡有一個出口 但是我們上到上面的 這裡 這裡還有一個衛州港的出口 我聽不懂 它現在就是來這個衛州港最近 但是如果深圳朋友過來 你便澳頭出口 它有一個位置 有一個車就是 床上巴士 床上巴士 西湖巴士 可以到這個外觀 對 去三樓巴 你就到這個位置 或者你到這個紅樹林公園 它就過兩個單區就到了 再乘車或行路過來 都是十分鐘左右 是的 它這個位置 就有一個三甲級的衛亞醫院 其實這裡要你來說 比較高一點 我指不到 還有一個人民醫院 這個衛亞醫院 在上面 就是它隔離的 檢測院、法院 全部都是四處的一個位置 其實商業配套 樓下就不是很成熟 但是它四處駕駛兩、三分鐘 五分鐘左右的一個車程 其實去到麥當勞 這裡有一個金沙的商業街 麥當勞 就是這條中心北路 這裡 金沙是這裡 金沙是環藝醫院的 環藝醫院隔離的 全新時代的一個商業街 兩邊都有麥當勞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 大灣的行政服務中心 往這邊穿過大灣 到這個萬特廣場 這裡過去十分鐘 是的 還有五月廣場的話 五月廣場在這個位置 五月廣場在這個位置 陳邦線天帝 這個 它現在改了名 因為它這個區委圖 是比較多年前的 這個陳邦未被人收購 未賣給人當時做的 所以基本上其實都是比較齊全一點 但是總結來說 這個地理位置就不算太好 但是這個價錢 性價比高 還有它精裝 又現樓比較穩健 來澳頭也比較近 一條路直走的 就直接到澳頭 吃海鮮 吃海鮮的位置 這個就是海鮮飯店 海鮮市場 澳頭港這邊全部都是看海的 過來也多15分鐘的時間 不會太遠 但是這個位置來說就比較尷尬 我們直接上去看這個戶型 其實它這個戶型是比較有性價比的 待會見 現在我就跟Michael上來這個實體樓 我們現在看這個就是樣板樓 它有一個膠鏢 膠鏢一會兒就換一換鏡給大家看 我們來看看它現在裝修了的樣子 是怎樣 因為板樓設計 它一進門 它這裡一個位置 它就做了一個圓棍櫃 是櫃來的 但是右手邊這一批是全部沒有的 它戶型圖 就是這條圓棍櫃這條走廊 是非常之長的 其實這一面牆 就是它旁邊那套屋苑的其他的戶型家 是 就是別人的戶型 然後它設計 因為它板樓設計 只是可以直排的 所以這裡後面就是別人家 但是這一塊牆 進來就自己 過來的話 第一間房 它就是在扣門口的 這些飄槍它就打不了 這些飄槍它是不可以打的 但是這個飄槍來說 它送的面積是比較闊 只不過就太高了 你想拼在一起的話 很難拼 是 很高 差不多有80公分左右 比這個大腿 雖然我腳不長 但是這個戶型其實挺好 房間的空間 其實也是不錯 很大 空間也不錯 而且它這些櫃 它有贈送的 只不過它不是贈送這個玻璃 這個玻璃的門 開的門 到時候我們看看膠標 是 膠標我有換一換鏡給大家看 然後過來看看 它這邊是潮北向的 這個潮向就是潮北向的 遮擋其實沒有遮擋 右邊可以看山景 對面就有一棟樓 但是其他地方就看不到 其實這間房子的採光是非常不錯的 是 這間整個屋苑的採光都非常不錯 這裏就是一個南北通透的戶型 右手邊是潮北向的 這裏就是一個餐廳位 它是屬於一個動靜繁明 我混繞一下給大家 是 混繞一下 這裏就只有三米半的一個開間 但是它這個客廳有四米的開間 是非常地闊著的 那我們看看廚房 你混繞一下轉過來給廚房 大家看看 廚房的這些基本就是膠標 英姬爐具消毒櫃 但是它是另外一種顏色的 我們都有一個視頻給大家看看 英姬爐具消毒櫃 華底皮的這些都是有的 熱水器它就沒有了 熱水器它沒有給 然後這個雪櫃的位置 都有預留給大家 你就到時自己量度 keeps 量度一量度九尺寸 飄窗飛高 是我的話我可能會用來做回酒櫃 這樣利用起來做回酒櫃 超闊的 你可以整個瓶在這裏 坐着 喝茶 这样坐着 喝杯茶 看下这个山景 其实也是很舒服的 给大家看看 真的很宁静 你看 前面就是一栋楼 全部都是蓝天白云 还有这个山景 这个你虽然说拼 它好像亚居乐那样 它拼 又拼得它这里又是靠近高速口 所以这个位置来说 怎么说呢 它有点尴尬 它虽然是拼 但是它这里是真的安静的 还有它这里也是有景观可以给你看 这边就是朝南向的 朝南向它就看这个园林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三楼 它现在买的 楼上楼下都是有的 就 园林来说的话 有点像那个合心时代城 因为它那边都是板楼设计 它这个园林做得和它是很像的 但是它这些装修的品质其实真的保持得很好 你看看这些地板和这个玻璃 质素都高 是比较好的一个品质 是的 门这些全部都是有的了 只要电视背景场这些就没有 它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白墙 不是 走错了 不好意思 左右不分 我们先看第二间房 第二间房这间你可以做一个主人房 它每间房都有飘窗 有些朋友可能会计计它这些飘窗 但是它全赞送的 看你自己 如果是 你可以像它那样弄箭 然后在这里坐着 喝茶 看看这个花园的玄境 但是这个飘桌其实真的很高 很高 它的飘窗太高了 但是它上飘就矮了 上飘就不会很矮 这个位置就没那么矮 只不过下飘就太高了 还有衣柜呢 这里你也可以留在一个衣柜的位置 这张床是一米六的床 你就做不到三边落床 空间其实如果没有飘窗的话 它的空间是非常之够的 这里就是一个洗手间 三房一位 那外面那个房间的人去洗手间就走得有点远了 但是洗手间的空间是非常之大 你要做到浴缸都完全没问题的 你可以自己再改一改它 这里可以做一个烫门洗澡 然后这边再做一个浴缸 也是可以的 这些全部 镜柜全部都是有的 有这个灯的 全部都是交标 所见所得的一个交标 这里它就是一个半震送的一个阳光房 这个阳光房震送的也不会很小的 你做一间房完全没问题 但是它开发箱交给你 没有封窗的 要自己封窗 你自己封窗 看这边的景观 这边都是朝北向的 看山景 看隔离这个小区的一个楼宇 我本来说一下这个价钱 这个是93方的 93方它现在是单价7至头 因为它这个户型的话会卖得好些 所以剩下楼层不多 所以价钱也贵些 我计算一个高楼层的 25楼的总价就是 69万加3万个首期 贷款69万 首期3万元 月供的话就是2,900 其实还好买三房的话 只不过在澳头这个地段来说 最主要是这个位置 它虽然和新华联两隔离 但是它这个配套真的有点差 差了很多 那我们再去看另外一个户型 那我们再去看另外一个户型 价钱就是这样 有一个96方的一个 它就有特价房源 我稍后就给大家看 报一下它这个特价房源 6888 但是它特价房源就是这个 2楼、4楼、14 因为它这个 它不想推给别人 所以我们就直接删掉它 因为这个户型已经没有货量 没有货量 没有货量 旁边有个客人在看着 商业说怕客人会糾结 所以叫我关门 不要让别人选择 这个就是96方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就是96方 是 96方它就有特价房源 就是刚才我说的2楼、4楼、14楼、18楼、24楼 这些还有顶楼 有6套是特价房源 一口价6888大装修 装修标准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先来看它门口这个位置 门口它就做了一个鞋櫃位置 但是这个鞋櫃感高的 拿到鞋其实有点辛苦 不过它的膠标不是这样的 膠标是到底的 你放心下边也有预留少少少位置 给你做一个放这些什么 机器人 还有旁边它也是有做了一个换鞋桌子 它的膠标是有的 右手边就是一个厨房位 厨房剃靠近门口 隔离的人闻到你煮菜的味道 可能都会想过来吃一餐 隔离阿婆的饭菜比较软的 这些英姬奴具消毒柜也是有的 柜它都做了给你们 所以厨房你就买个热水器 热水器阿门送给你都没问题的 还有雪柜 雪柜都需要自己加 阿门都送了 好吗 这些需要的电器阿门都送给大家 我们再过来看右手边 这间房其实是双龙抱猪的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主人房好吗 行行行 主人房就是另外一边 这样的话它隐私性会好些 它做到一个隐藏门 是 隐藏门 哎呀 和那个客厅的一样 但是它隔离不是这样的 隔离我们稍后可以看一下视频 飘窗也是这么高 它这个飘窗也有了一米高 你看到我大腿这个位置 你大腿又没有一米 没有 就是没有一米 我不是说长过我一条米 这个高度 我们看看这个方向也是朝南向 主人房的彩光是非常之不错的 主人房的位置是非常之不错的 是 正南向 遮的话其实都还好 因为它在楼间区是够小阔 所以不会说很遮挡 这边要做一个衣柜 一场到顶的衣柜 三边落床 米八角床其实都可以三边落床 后边它就有一个洗手巾 主人房大的套间 是 大的套间 它这个套间 洗澡房的位置 如果它不是有这条柱 其实它这个空间是非常之够的 但是它就有一条柱在 这个空间 就 麦可说 有福气的人 就可能比较辛苦 这间房 所以它这个户型就一般 所以它才会做特价房 马桶这些 全部都是自带的 开发箱自带的一个交标 那我们再去看看其他两间房 看阳腿先 阳腿不算很大 它这个开间都是三米八一个开间 对了 三米八一个 但是它取工 真的不能说的 它取工非常之好 虽然它是劳望楼 但是这个呢 它间隔其实是比较好的 一些都没有影响的 它阳光依然都有的 前面是被这栋楼遮住的 但是下面这个玄境都做得一般 但是都有一些玄境 是 最起码有 不会说太厉害 因为它现在是现楼 那我们看看这边的房间 它动静翻明的 但是这边的客房位置 它就做在这边 第二间房 这间房很大 很长的 这间房 它做了一个粒粒米 你这样照不照到它一个开间 照得到 这里是两米半的一个阔道 它做了一个两米半的一个 这里还有一个窗台 是 一个飘窗 这里还有一面窗 可以看出去 还有这间房间 也是潮南向 是 潮南向的 它间房也做到可以潮南向的 这边 真的很长 这里你就可以做一个 好像儿童房 做一个书柜 写字台 好像它这样的设计也不错 正常来说 你塌塌米 不会说做这样阔过来的 因为你可能都会扣哪一边 黏在床的位置 但唯一好 它的飘窗是在那边 不会说黏在一起 那我们再过来看看这边 有个细手间 公共的细手间位置 这边的公共细手间位置 就是很正常的 闻到胸间也是足够的 两个人进来都没问题 跳过舞都没问题 其实主人房那里都滑好了 都细了一点 跟那个公寺当然没得比 也有明窗 但明窗它会比这个阳腿位置 这个沙窗就起到很大的作用 你可以换好一点的这个链 是吧 是 那我们再过来看这间房 这间房它都是开发箱 半阵送的一个阳光房 我们之前有个客人过来 他就说我们 所以卫州的房子 基本都有这些特产 就是这个半阵送的阳光房 很多开费商都有自帝的 这个阳光房 其实我觉得挺好 因为它少收了一半个价钱 所以它有送一半给你 我觉得也不错 你自己再整一整 它可以整到和旁边的 其他正常房是一样的 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价钱 我们出去吧 这个就 其实这个户型 它是双龙泡珠来讲 是挺不错的 这个就有一个 你再出去吧 好 我们出去吧 它这里 大家都看看它这个角度 是通道 是 它就是一升 这里一升 一升 然后里面这两房 是吧 板楼就好像这样 好像朗仙六圆 它都是这样 一部升升 然后分两户 这里又是两户 是交标来的 我们选一环镜给大家看 就不介绍了 都是这部升降标 连在一起的 对 但我们的东方陆其实都挺好 都有差不多九十多的 没错 它就一左一右对称 九十六方的话 它有一个一口价 六八八八的 它这个总价就六十六万多 首期说这个是给两万四就可以了 提款六十四万 这个月供就两千七 比刚才那个九十三方多三个面积 但是它月供少了三百多元 这个性价比就高一点 十八楼来说 大陆人可能不是很喜欢 但我自己买的楼是十八楼的 我觉得这个没所谓 十四二十四这些 我觉得可以不选 但是由于这个特价房的十八楼来说 香港人可能很多都会比较喜欢 所以如果是想选这个户型 我觉得这个九十六方的性价比就比较高一点 还有两个户型的 一个八下八方和一个一百零四方 就是那个二栋 我们稍后再过去介绍 两个户型 其他这个交标的话 我们就找一找给大家看 好吗?稍后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按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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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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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防火防盗 防山山 山山听到在打痴 这个什么密码 指纹 匹卡 全部都是有米的 我们再过来看看 这个客餐一体的 3米8的一个开间 这个餐厅位置 它有点像星河单堤 它这个95方的户型 都是这样的一个户型来的 3米8一个开间 我们出来看看这个位置 它说这边都是朝南向 但是这个是望这个路边的 这个位置我们面前这个就叫铲邦 铲邦这个龙月公馆 是吧 是 公寓来的 是 铲邦现在就不是很碰水 所以现在都没收楼 这里铲邦有点烂了尾 有点收楼了 这个好像见好了 但是里面全部都是毛皮的 可以见到 最前面这个就是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名字 最前面这个 龙江古龙府 龙江的 龙江集团的 这个就是燕楼 有人在这里入住的 是 右手边这个就是方直的一个取雄里 方直它都是 卫城非常有名的一个主人规 是 卫城很有名的 方直 专域 方直专域 龙湖湾 还有那些 那些都有两万多一方 反正很多风值的楼宇都是比较美 澳头这里做的比较差 那我家里就是这栋楼隔离了 我自己那一套就是这栋楼隔离了 装修的品质其实挺不错 而且它的户型保持得挺好 如果是养楼 又有车的话比较適合这里 嗯 没错 其实没有车都不要紧 它有公交车可以到 因为它这里就是高速口 你回家也方便的 你也可以经过这条路回家的 那么 这里中央冷气都是全部大的 它这个膠标都有中央冷气的 还有这个天花吊顶都做好了 做了一个双眼皮吊顶 它这个层高都有三米的 所以层高看起来不会很压迫 因为这里面就矮了一点 这里就只有两米八左右了 是了 那我们再过来进来看看 右手边就是一个公共洗手间的位置 虽然它被这栋楼遮住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采光是非常不错的 是了 这里是望天井的位置 但是它采光是非常有的 不开灯都没问题 有太阳晒过来的 这个空间也算是可以的 所以它88方 这个户型会稍为贵一点点 其实我也不知道它贵在哪 但是使用陆高 88方做这么大的房间 还有做到三房两位 是的 这个飘窗太高了 这个飘窗很变体 我真的两个人躺在这里都可以的 真的两个人躺在这里都完全没问题 看看景观吧 大家看看 这个景观就是这样 但是它价格好好 因为它是玻璃的分数 是双层的 双层的玻璃 很硬 很好视镇 很硬正 很硬正 这些门全部都是它的高标 那我们先看这间房 它阳光房也很大 你看它这个阳光房 送了一半面积的 其实我觉得很划算 因为基本开发箱送的话 只有一半这样大的面积 阳光房这间差不多也有10个方 是的 9个几方左右 这些窗就要自己后期封了 这个应该不会封给你的 它是不会封的 因为封了就要计自己的面积 你到时自己封吧 教别阿门 阿门帮你们封好吗 那我们送的东西就有这么多了 冰箱和中央冷气都带了 所以中央冷气就不松了 这个窗都帮你封了 帮你封了它 好吗 那我们再过来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的空间 它的细节率是真的高的 18房 你看看房间这些全部都可以做 但是三房两位 这个主人房有一个套间 一个洗手间 这个飘窗就正常一点 这个最起码是没有飘窗的 是绿地窗 是的 有绿地窗在这里 所以它这个裁光是正常的 都是望出别 但是潮南采光都非常不错 这个不知是什么河 但是它不会臭 大家可以放心 我亲自来看过了 问过了 这条不知是哪条河流过来的 所以它没有什么水 味道都没有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这个主人房一个洗手间 做一个绫营的 其实空间 就有些可能不是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款式 因为觉得空间不是很够 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的 那我可以其他空间够 马桶的位置就有点勉强了 肥一点也很难坐下来 那我们来报一下这个价钱 88方是它这个感多户型来说是最贵的一套 我报一个九楼的了 九楼的一个单价都要到八千元 八千一 它首期都是给三万元首期就可以了 提款的话六十九万 月供就两千九 和这个九十三方的一个月供是一样的 但是它这个单价就贵少少了 贵多几百元一方 性价比我个呢 这个88方性价比不是很高 那我再看一个一百零三 一百零三点几的那个户型 一百零四方的 就在旁边的两户 这边两户那边两户就是一百零四的 对了 一百零四它的户型其实有点变变变变 对了和大家讲一下 尤其是这里 来看看这个户型图 它这间房是有一个阳光台 阳光房和书房合在一起的 所以它打了 然后做回一个主人房的一个套间 稍后进去看看 这个户型图 但是它一百零三方都可以做四房两位 我觉得也不错的 一过来它右手边就有一间客房 那客人过来的话 不想说人家太多打扰到你们 那你这间房就让那些客人住 因为他都是住一晚半晚就走的了 不会长期住 所以这间房也不错的 这间房空间是够的 不用怕误咒人家 那这边都是林一通透的 三米八一个开间 其实看起来是有四米的一个开间 你看看起来是很阔的 因为它这个实用面积会比较高 震送的比较高 所以公开面积完全抵抗它这个实用面积 你看它这个阳台也不错 阔米半左右 这个是它的主阳头 但是这个方位就是潮北向 这边是潮北向的 看看 是 望少起园景 但是潮北向的房就 那个通风性应该不太好 这个总层高度是16层的 它就小高层 刚才我们看93方96方就是对面的一栋 你看入住里其实也不会很少的 有三四成 有三四成 因为它这一栋就分两个单元 我们刚才看就是一单元的位置 我们再过来看看这边 餐厅和厨房的位置 我们先看一看 这个餐厅 不是 餐厅的话 这里就是三米半 三米半 然后厨房的话 它是做一个L字形的厨房 英基这些全部锁锁锁的一个交标 这个冰箱位置都是有迷的 冰箱位置这里都有迷 只要这个位置 这个洗手盆就做得有点高 可能正常都要6米多的人 会方便一点 太矮的话会很辛苦 要这样站起来洗菜 他觉得这个设计就有点搞笑 这边就是朝正南向的一个主人 生活阳台 生活阳台 是 朝南的 但是铁楼呢 铁楼就不是遮住 正前方 这个是正向 这里右手边望出去 这个是88方 所以人资性不是很足够 但是这边就基本没有什么遮挡 有手边它就是一座山 彩光是OK的 虽然它被这个遮住 但是彩光一点都不影响 大家这个不用担心 这个客厅的这些中央冷气 全部都是有迷的 它的交标是白墙 它就不是说有些什么 没有弄那些艺术漆这些东西 那这个就是一个公共的洗手间 这个飘窗都是有些变态 不过感高都好的 感高的话 你的水不会噴到哪里都是 这里你可以做一个草物柜 你可以放一些沐浴露 洗头水这些 因为它这个飘窗位置 全部都是震送的 烫门这些全部都是油迷的 基本这些 镜柜的话它就没有这个灯 没有那些灯的 就减了少少 减配了少少 可以再过来看 第二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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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这么高的一个飘窗 对 那个空间 房间其实也是很大的 嗯嗯嗯 这个除非我那种蹋蹋米 你碰高一点 再来做一张床 粘在它这个位置的话 这个床底 就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做过这个衣柜的位置 这个飘窗有点变态 那我们来看看第三间房 第三间房就是很正常的 方方正正的 这个就没得坦的 就不会说有什么过多去批评它 这间房 这么多间房就是这间房最正常 最方方正正的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主人房 就刚才说过户型图 它本身这里 这一半 你看有列少少 它就自己打了 这里有一半 本身它就是阳光房 所以它这里 是送了这一半面积给大家 然后这里才是一间房 但是它交标已经是全装了 是 这里的窗是有封迷给大家的 所以你这间房完全做主人房 没有问题 它三面彩光 两面吧 没有三面 两面彩光 看这个景来说 这边会看较阔一点 这边暂时是没有 没有住宅用地的 山景也可以看 另外这些电线塔 看起来就像巴黎铁塔 这么多的 你看这些电网 电塔 好像亚轨录 上面望起来 都是全部看这些电塔 那你就换一种方式去看它 就当它是巴黎铁塔 是吧 但是这个主人房 其实很长 很长 前面还可以在这里 还可以做一个大的衣柜 对 你这里位置做一个衣柜 然后你这边做一个床的话 你周围都有彩光 很舒服 有够小的光线 是 里面就是一个洗手间 主人房 大的一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的 彩光就是一般没有灯的位置 其实都还好了 都还好了 因为它的窗小了一点 窗大一点的话 其实它的光线是够的 是了 这边又潮不向的 你打开的两边窗 打开它可以南不通透的 因为你那边关上窗 它现在是没有封的 是了 那这些全部都是够交标 那我们来报一下这个价钱 这个就是 那我出来报 这个是104方的 104方的它一个单价 我报了一套七楼的 单价就是7700 首期都是给3万元 然后 批款77万 总价就是80万 月供的话 三天三 买这个4房 其实 户型堂是可以做5房的 但是它现在就 换了一个4房了 那好吧 看完呢 Michael 你有没有什么意见 给大家 现在这样 是啊 那现在这个位置 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你 好久没有见过你了 你 其实这个位置来说 其实它是不太理想 因为是可以 整个很多小区的里面 它离那个5月广场的商圈 其实是比较远的 但是这里的价钱 和这个户型的积数 和送的这个装塑品质 其实是可以选得到的 就是 那个93方 和那个88方 和那个100几方 除了最好看的这些套 其实之前看的那三套 的户型的积数 其实都是可以选的 但是首先呢 你自己是要有车 或者搭公交车 或者不是很赶时间那种 买这个社区 其实就是比较适合 很安静 很宁静 但是实际上 真的不繁华 配套不成熟 就是你落楼 如果是要去喝茶 打一下骨 或者吃过 什么好一点的东西 这里就要搭车 才能出行得到 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说两句 好 可以 其实 在奥头来说 我就比较有话事权一点 因为毕竟我在这里 住了三十多年 今年才18岁 所以奥头来说 其实这个环境 我是比较熟悉 怎样说 它这个位置 可以拿这个雅居六 来一起比较 但是雅居六 它是比较入面一点的 它虽然自帝 有些外省人 吃的那些饭 那些商圈 那些食肋菜 这些 但是那边的价钱 也是六千左右 一个单价 大装修 但是这边 毕竟是大雅湾 大雅湾这个位置 我觉得 其实它出行方便一点 我就是这样觉得 就看大家自己 为什么 如果换座是我的话 如果它这个楼盘 是换了一个地段 这个六七千元的话 我就觉得对得住它 但是它现在在这个澳头 扣近高速厚的 然后下面又没有商圈的 这个六千多元 我觉得 大家可以再等一等 虽然它这个 开发商圈 都是等了很久才放出来 因为看这附近的楼市 升了 所以它才放出来 价钱呢 它是几年前就开始买的 几年前已经是现楼 来的了 当时呢 疫情之前也是买到 九千多左右一个单价 所以其实它现在这个时候来说 价钱没有什么特别优惠的 但是它这个品质是真的好的 这个是真的没得说的 它的品质可以 和它这个装修的标准也都不错 只不过就是这个地段差了一点 你要有车 才建议大家选这里 好了 那这一期呢 我和Michael就分享到这里了 那如果有看这里的话 我和Michael也送了一个冰箱 和这个热水器 和这个封了一个窗 这些给大家了 好吗 那你先过来看 再有什么要求的话 再和我们聊 好吗 那我们有空喝茶 一起今晚见 拜拜 拜拜